我靠 这也太夸张了 网上拍成白天的一个感觉 真的挺厉害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沃伦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是一台荣耀最新发布的Metri Sun Pro手机 有人说它长得像华为 那么拍照是不是也很像华为了 今天也将会用到地视角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拍体验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呢 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光笔啊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来测试下这台手机的一个主色以及长焦 在应对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是否做到非常好的一个优化 这个环境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一些海路飞来飞去啊 我们来等待一下 先把这个手机长焦固定好一个拍摄画面 等待一些海料飞过来 哎 来了来了 我发现这个桥梁的一个众生感就是弧线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超广角来拍出比较有张力的一个画面效果 可以看到现在清晨的光线也是非常好的 这边的一个建筑透数效果也是比较不错 所以说我们来这边也是可以利用到这个广角给拍摄一下 前面这处场景呢 相对于城市的摩登大楼来说 这些复古的欧式建筑看着就比较一般感觉 可以看到这边现在这处光影的一个明朗坊山还是比较大的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等待一些人物经过来拍摄一些街头光影的画面 前面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蓝天白云效果是非常好看的 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长角压缩这个空间来拍摄一下云彩的一个局部 哇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 蓝天白云 真的太难得了 好了 来到这边可以看到眼前的是广州最古老的一个桥梁啊 海珠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尝试一下用手机的一个超广角 记得一定要用超广角拍摄出来才更加有视觉张力 来到夜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台手机的一个对于高光压制的一个能力 以及暗部的一个细节环境的一个能力啊 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可以体现得到 它的一个广角焦段是13毫米的一个焦距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拍摄下来 也存在着比较多面积的一个畸变 长焦拍摄的一个水平 相对于白天来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光线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呢 我们来尝试拍摄一下看看 来到这边我们看到远处这一个场景呢 其实存在着大面积的一个暗部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利用长焦来拍摄后面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画面 拍摄局部的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这台手机的一个暗光拍摄能力 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现在我们来看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了 来挑战一下这样的一个暗光表现能力 哇靠 这也太夸张了 网上拍成白天的一个感觉 真的挺厉害的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这台荣耀Match Sound Pro的一个快速上手实拍体验 后期呢 我们也将会带来 这台手机跟华为Match 10 Pro家的一个影像比较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完装手机摄影 我是沃伦 我们下期的内容在